整個數據我大概有查驗了一下去年2023年 2022年到2023年的情況 那我個人是這樣子 我們從數據面來看 2022年他其實這七大龍頭股票其實跌得蠻深的 例如像特斯拉2022年已經回跌了大概65% Meta也大概回跌了64% 亞馬遜的話更回跌了大概將近50% 可是我們看看去年都已經漲回來了 而且漲得很兇 那尤其這七大龍頭其實在S&P的 的全值市值裡面他佔比的將近3% 個人是覺得如果要延續今年的流市的話 我覺得要做好科技股的資產配置 我覺得不盡然必要的去持有他 那第二個就是要看你對於你自己的投資策略的屬性 如果你今天是放更長線 我覺得當然是強者越強 這些公司都是原則上在未來發展的潛力 應該都是會有一個長線的一個 持續做多的一個效果 但是這些股市如果說 你不是以長線投資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我覺得在2024年 你可以用我剛講資產配置的方式 就是用ETF的方式 或者是你自己在這幾個股票裡面 根據他的題材 不管是電動車的也好 AI的也好 你去做一些配置 我不用太集中的去持有這些股票 那當然如果你做短線的話 他今年的這個高檔的這個 政府跟波動一定會比較大 這是我的建議 這是我的建議